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暖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冷 國家安全教育日剛剛過去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是基本法23條 又在上個月成功立法 不過外國勢力是不會那麼容易放過香港 肯定會繼續搞風搞雨 無國家記者組織台北東亞辦事處 倡議專員白奧蘭 一前企圖入境香港被拒 無國家記者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組織 今次又想用同一個戲碼來搞事 有可能嗎 一前白奧蘭就和無國家記者 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企圖入境香港 白奧蘭被扣查後被遞界出境 而艾偉昂就成功入境香港 不過他就即日離港並沒有在香港多留 但無國家記者就只是大聲疾呼白奧蘭被拒入境 就未提及原來艾偉昂已經在香港很安全地到來一天才離開 原來特區政府沒有針對無國家記者 只是白奧蘭個人被拒入境 很明顯他們表面上聲稱是希望來香港聽審黎智英案 但實際上就是自己攻擊香港 白奧蘭接受訪問時就明言是希望23條立法之後試水溫 他就說我們不是一個政治組織 我們是新聞自由非政府組織 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倡導資訊權 只是為記者和新聞自由捍衛者的權利而戰 不認為這是煽動性的事情 混混 看看白奧蘭的社交平台帳戶 大量都是轉發關於黎智英案的資訊 而且都是認為黎智英不應該被審訊的角度 並沒有其他新聞 無國家記者甚至多次要求特區政府未審先放黎智英 所以他們不是在捍衛記者的權利 只是盲目支持黎智英 直接這樣說就是為美西方的政治而戰 從來都不是在乎甚麼新聞自由 在2020年無國家記者向黎智英頒發所謂新聞自由特別獎 2022年禁呼籲美國政府制裁特區官員 到底是一個甚麼新聞組織 會禁落於在前線干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事務呢 到底無國界記者又是甚麼組織呢 無國界記者總部位於法國巴黎 成立於1985年 但多年以來 一直都被質疑收取美國中情局 以及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去攻擊美國的政敵 最好的一個例子就知道 無國界記者不是新聞自由的捍衛者 2020年台灣當局拒絕中天電視台換牌照 中天電視就失去了電視台的地位 當時無國界記者就這樣說 新聞自由並不是指毫無管制 需要相關管制和民主的控制 才能夠有效發揮它的效用 而不是被濫用 當時台灣媒體就批評 無國界記者並不中立 因為無國界記者台灣分會 理事會的人員 全部都是綠營民進黨政府的人 而中天電視是屬於親藍營的媒體 所以對於無國界記者來說 中天電視台沒有他們的新聞自由 而他們的記者亦都不是記者 而一直以來 無國界記者都被質疑收取美國政府的資助 2005年有加拿大駐古巴記者以及美國記者 政治組織為美西方攻擊政敵 這樣的政治組織 即使特區政府拒絕他們的成員進入香港 他們也應該深知肚明是甚麼原因 這次事件就證明港區國安法 以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重要性 美西方勢力仍然虎視眈眈 他們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去攻擊香港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以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 和大家朝點短打 拜拜